哈喽 如何用电汇画肖像呢? 让我一步步来教你 开始咯!明星登场! 先运用钢笔画出简单的线条 以几何形状的方式 把脸型和比例勾汇出来 这个步骤可以大胆地画 因为画错丽莎也打不到我 当然不能忘了头发和其他细节 把这一层淡画后 在正确的位置加入五官 及阴影线条 在同时间 呃... 发现一点都不像 之后加入皮肤色盘 关闭和淡化层次后 根本就像男生 厚涂深色和棕色的块面 慢慢的就可以看到整个脸型 开始有烂泥巴的感觉被呈现出来 在脸被摧毁之际 赶快的使用模糊笔把颜色模糊融合 剩下的部分 因为头蓝 大略涂一下 因为眼睛是黑白分明的 所以可以直接用黑色 稍微描绘一下 看到这sexy的嘴唇 千万不能画成两条香肠 那我们继续调整形状 涂完深的色块后 现在可以仔细的偷看丽莎的眼睛 眼睛是灵魂之窗 可不能麻糊哦 调整形状的同时 一定也要把每一个光暗细节处理好 因为可以看久一点 当然色块大小要拿捏好 搞线清除后 眼皮其实很多曲面 颜色深浅自然会比较多变化 像是双眼皮、眼影、下眼皮 都要仔细观察 一个个的画出来 要不然丽莎化成沙粒 那就sorry了 那之后 可以开始模糊润染 看起来会变得更真实 当然眼睛要有神韵的话 红膜、瞳孔和高光都不能忽略 还有少不了弯弯眼睫毛 完成左眼后 再进行右眼 记得眼白的部分 很多时候都会带一点灰 特别是背光的时候 处理完后 对比一下眼睛 哦 Lisa我来了 呃 对不起 稍微处理一下额头 和继续画眼睫毛 开始勾会头发 从浅到深 完成眼睛后 让我们来处理 鼻子和嘴巴的部分 再一次的看到这sexy的嘴巴 突然间想起他们唱的歌 如果在这边哼两句的话 哥们应该会杀了我吧 鼻子阴暗的部分一定要画出来 看起来比较坚挺 比翼边缘的颜色变化 必须仔细的涂出来 不然鼻子看起来会扁扁的 就这样 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三角形 看到很多颜色变化对吗 如果觉得困难 可以先从素描练习 增强对深浅的观察力 把根基打好 那就可以看多一些近男美女了 我们不放过每个颜色的变化 和深浅的层次 可以把凹凸面呈现出来 人像看起来会很生动 开始画牙齿 小心把每一颗牙齿大小对齐 填上颜色 稍微处理一些高光 每一个色块都是质感的呈现 把完美的皮肤光泽呈现出来 那现在调载口红和下巴 重新调整形状 外形确定后 直接用深的色块修改下巴 色块足够厚 进行模糊 这次的教程 并没有使用多种笔刷 很适合初学者做参考 像脸颊的部分 只用了钢笔和喷笔 加以模糊就OK了 回到牙齿 不需要勾黑一边 不然牙缝会很开 稍微加深变圆 效果就出来了 how you like that 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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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看这是最后一支影片了 刚才好在听到有人在拆门 下巴分界线凸显脸蛋 美人字稍微点一下 颈像上色 模糊 整张图的上色步骤 都是从大块面到小细节 现在大概处理手指 这个部分不会做得很细 因为重点是在人像 呃 不是因为我懒惰哦 快快地调整口红的形状和颜色后 仔细地把手指的距离画出来 加以模糊 发现嘴唇太小 利用变形的功能 把嘴唇变大 把背景涂满之后 差不多要完成了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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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颈像修细 头发之间加入肤色 利用小笔刷 把发湿一笔一笔地画出来 记得观察深浅层次 处理出来 那头发也差不多要完成了 再用小笔触加入高光 头发尾端和耳环 就完成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 和按上小铃铛哦 下次见 拜拜 now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